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驻华大使馆对其微博评论不能及时显示表示不满 拜登总统在白宫会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参与加沙空投 台总统府宪兵执勤时举枪自杀 拜登 美军将向加沙地带空投食品物资 习近平欲加速构建充电基建网络 支撑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请大家收看 美驻华大使馆对其微博评论不能及时显示表示不满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在其微博账号下评论内容 未能及时显示感到不满 大使馆强调 其微博账号没有启用过滤评论功能 并表示讨论、辩论和批评很重要 中国审查部门高度重视社媒平台评论区的舆论风向 因此评论区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 过去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多次审查外国驻华使领馆刊登的内容 甚至对一些内容进行删除、禁止分发和禁止搜索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评论显示不畅的抗议表示不了解 并建议向中国社交媒体主管部门咨询 中国中央网信办的联系电话无人接听 总结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在微博下评论内容未能及时显示感到不满 强调讨论、辩论和批评的重要性 中国审查部门高度重视社交媒体评论区的舆论风向 因此评论区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 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过去多次审查外国驻华使领馆刊登的内容 甚至对一些内容进行删除、禁止分发和禁止搜索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对此表示不了解 并建议向中国社交媒体主管部门咨询 拜登总统在白宫会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参与加沙空投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五在白宫接待了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会晤的重点是如何应对加沙战争以及支援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挑战 拜登罕见地斥责了以色列 称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损失令人心碎 并承诺美国将付出更多努力 并加入其他国家进行空投援助 梅洛尼表示 中东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他的头号要务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 以及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会 拜登和梅洛尼还讨论了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地位 虽然拜登和梅洛尼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 但他们在支持乌克兰等几个领域达成了共识 梅洛尼的政府已经证明 意大利仍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抗俄战争 拜登和梅洛尼都意识到乌克兰战争持续的越久 就越难顶住国内团体和选民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 他们还讨论了维持印太稳定 以及协调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会的问题 拜登和梅洛尼还讨论了加沙战争 以及支援乌克兰的援助问题 拜登罕见地对以色列进行了斥责 称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损失令人心碎 他承诺美国将付出更多努力 并加入其他国家进行空投援助 梅洛尼表示 中东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他的头号要务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 并表示支持美国的调停努力 拜登和梅洛尼还讨论了意大利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地位 梅洛尼的政府已经证明 意大利仍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抗俄战争 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起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加沙永久停火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维持印太稳定 以及协调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会的问题 梅洛尼还提出了加强与非洲的合作 以遏制移民并投资非洲大陆的建议 拜登和梅洛尼计划在今年6月再度会晤 届时梅洛尼将在意大利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的年度峰会 台总统府宪兵执勤时举枪自杀 联合早报 台湾总统府一名宪兵在执勤时举枪自杀 原因尚不明确 该名宪兵在送医前已无心跳 军方官员称 该宪兵疑似心绪不稳 自禁时已经死亡 台湾总统府对此事件表示遗憾 并将加强宣导生命教育和心理辅导 这不是台湾宪兵第一次在总统府执勤时自杀 台湾宪兵指挥部表示 将配合检调历诏音 并加强宣导尊重生命教育和心理辅导 拜登 美军将向加沙地带空投食品物资 联合早报 总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军将首次向加沙地带空投食品和物资 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转变态度 承认目前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努力 并未缓解这场人道主义危机 也表明拜登在加强美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方面 面临多大压力 加沙地带至少有57万6千人 兵临饥荒 这约占巴勒斯坦非第四分之一人口 习近平欲加速构建充电基建网络 指称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近期相继提出 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 只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 并加大基建投资力度 推动新能源车下乡 习近平要求加快构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支撑新能源汽车发展 李强则提出汽车等消费品已旧换新 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益 这些利好消息提振了中国汽车股市 各大汽车股普遍上涨 中国汽车销售目前面临内外挑战 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下降30% 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 要调查中国电动汽车和联网汽车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因此 中国高层希望通过鼓励汽车消费扩大内需 短期实现经济稳增长 但在长远方面 他们也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推动新能源车下乡 提升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以提高利润 分析师认为 加大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于新能源汽车下乡至关重要 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推动充电桩标准化 并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进行更多试点 此外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疲弱 仅靠消费无法长期拉动经济 分析师建议 中国应考虑适度增加财政赤字 加大对社会服务 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 以提振居民消费需求 并应对经济陷入通缩的风险 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出于对中国的担忧 美议员就免税小额包裹进口激增 发出警讯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在周五表示 中国在线零售商西音 Shine和拼多多海外版 Timing享受关税豁免的小额包裹进口数量 令人震惊的增长 西音和Timing都使用小额豁免规则 允许产品以低于800美元的价值免税进入美国 据数据显示 2023年约有10.5亿批次的货物 按照小额豁免而免税入境美国 比2022年增长了53% 这种豁免可能使公司逃避 对强迫劳动问题的审查 西音和Timing在美国市场上 得到了重大发展 被视为亚马逊的竞争对手 但也被指责剥削劳动力 模糊生产过程并鼓励过度消费 在去年的中期调查中 Timing和西音可能占每天运往 美国的所有小额豁免包裹的30%以上 加拉格尔敦促国会采取紧急行动 西音和Timing的崛起 正指美国主要时装公司因美中关系紧张 而对中国市场越来越担心之际 急正式掉盐水 备收3.9万元诊费 美国前卫生局长怒轰医疗系统崩溃 星岛日报 前美国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 最近经历了一笔高昂的急诊室费用 引发了对美国医疗系统的讨论 他的经历凸显了美国医疗系统收费过高 并缺乏透明度的问题 患者通常事前不知道 看病要花多少钱 即使知道 在紧急情况下 也无法获比3家 同时 保险免赔额的攀升 导致患者要承担更高的医疗费用 医疗债务已成为美国人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尚不清楚亚当斯的账单为何如此之高 但美国急诊室的费用普遍昂贵 且不同医院之间差异很大 这个案例再次凸显了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 需要进行改革 全球软实力峰会 中国软实力上升 国家品牌贬值 全球好感度降低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 中国的软实力在全球快速上升 超越德国 位居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但中国的国家品牌价值下降14% 全球好感度排名也较低 报告指出 中国国家品牌价值下降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以及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和外资持续敌视的态度 此外 语言障碍和国家的相对封闭也限制了中国的全球形象 报告呼吁中国加大文化交流和国际参与 解决台湾问题也是提升中国形象的关键 报告还指出 中国是世界的新车间 在许多领域存在大规模产能过剩 以低价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充斥全球市场 世界其他国家难以与之竞争 然而 英国 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品牌进行了调查 认为中国廉价电动汽车对本国产业构成威胁 此外 中国与台湾的冲突或封锁也会对全球产生严重影响 报告呼吁 中国在国家安全 对台湾的敌对态度和破坏香港金融中心方面做出改变 英国前首相约翰 梅杰认为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密切 他也指出 如果中国停止对国家安全的痴迷 对台湾的敌对态度和破坏香港的行为 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地位 总体而言 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仍需要努力提高国家品牌认知和全球好感度 美国军方 空袭与护航帮助数千商船穿行红海 美国之音中文网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分子 对红海与亚丁湾国际船运的袭击 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 但美国官员表示 通过空袭和海军护航 成千上万艘船只 仍然能够安全完成航行 过去三个月 据估计有4677艘货轮穿越红海 其中423艘通过了 由美国领导的繁荣卫视行动的保护 此外 还有其他国家参与的行动 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 尽管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保护措施 但胡塞武装的袭击仍在继续 目前还没有完全评估出 胡塞武装袭击对国际船运的影响 一些航运公司已暂停在 红海地区的航行 而德国的一个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通过红海与苏伊士运河的 集装箱货轮数量 比预期少了80% 全球海运巨头马士基已经警告客户 准备全球网络被打乱的情况持续发生 新闻人间 被劈冷血却持续忍耐地管闭铃 联合早报 中国大陆渔船在金门海域 与台湾海巡艇碰撞翻船 导致两人死亡事件于半月 两岸多次沟通未果 台湾内部对如何善后也无共识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 罕见于星期三 2月28日记者会 指明道姓 谴责台湾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碧林 把此事当成个人政治表演 隐瞒真相 推诿谢泽 谎话连篇 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道歉 还对善后工作不断设置障碍 极为冷血 为人不耻 台媒发现 国台办记者会全程在脸书直播时 观看清单中有管碧林的脸书账号 管碧林星期五被媒体包围时 称雷达航迹图等资料都在检察官手中 强调台湾司法值得信任 中天新闻台记者林陈佑一路追问管碧林 如何看待国台办劈气冷血之事 管碧林突然伸出右手摸林的脸 轻柔地说 你看看我的体温 拜登政府公布最新年度贸易议程报告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被列为首项关键成就与优先事项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公布了美国总统乔拜登向国会提交的 2024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3年度报告 其中 美国台湾21世纪贸易倡议 被列为关键成就和优先事项之一 这项倡议于2023年6月签署了首批协议 并将继续谈判其他重要经济领域的协议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另外 美国与印度、肯尼亚和美洲等国家 也达成了一些重大贸易安排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表示 他们正在与世界贸易组织合作 以改革该组织并提高纠纷解决体系的效力 海军上将帕帕罗或参院确认 将接掌印太司令部 美国之音中文网 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月28日晚间通过了拜登总统提名的赛缪尔 帕帕罗上将出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的人事案 此外 参议院还批准了其他25位资深军官的晋升 这项人事任命意味着帕帕罗将接替约翰、阿奎利诺上将 成为印太司令部的新任司令 帕帕罗在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最紧迫威胁 他还强调了对台湾的支持 表示美国将坚定帮助台湾维护自卫能力 并准备提供援助 帕帕罗在海军有37年的飞行员经验 并在多个国家担任过各种职位 他表示 如果获得确认 他将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 持续与中深化铁杆有益 柬埔寨却换来基建停摆窘境 美国之音中文网 最近 柬埔寨首相红马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访问 包括访问马来西亚和会见美国的政治和商业领袖 加强了柬埔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这被认为是中国近期海外投资放缓的一个明确信号 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不仅引发了环境和社会问题 而且由于投资项目的停滞 可能对柬埔寨的政局稳定产生影响 中国近期对柬埔寨的投资放缓 导致了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停工和烂尾 这些项目包括七星海国际机场和金边新国际机场等 柬埔寨政府依赖中国的支持来推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但中国近期的经济放缓使得资金无法到位 导致了这些项目的停工 此外 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也引发了土地冲突和投机活动的问题 中国近期的投资放缓不仅对柬埔寨的经济造成了冲击 也对柬埔寨政权的稳定产生了威胁 柬埔寨民众对中国投资引发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表示强烈反对 这可能导致柬埔寨的中国游客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柬埔寨的观光业 柬埔寨政府需要积极处理这些问题 以避免对政局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 中国近期对柬埔寨投资的放缓 已经对柬埔寨经济和政局造成了影响 柬埔寨政府需要寻求其他国家的投资 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 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也需要妥善处理环境和社会问题 以避免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女律师用CheckGPT写状书 竟提交不存在案例下场曝光 星岛日报 人工智慧AI、聊天机械人 在法律领域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最近加拿大一名女律师 在处理一宗儿童监护权送案时 使用AI写状书时 引用了两个根本不存在的案例 导致尴尬局面 法庭发现 这两个案例并不存在后 女律师被要求支付对方律师费用 并审视其他使用AI提供的材料 当地律师协会也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提醒律师们 在使用AI提供的材料时 要谨慎辨别准确性 这个事件再次凸显了 在使用AI时需要注意准确性和道德责任 马斯克控告 OpenAI及奥尔特曼 视为利益违背创始使命 星岛日报 马斯克的诉讼 引起了人们对OpenAI的发展方向 和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的关注 许多人认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该以人类利益为导向 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马斯克的诉讼 可能对OpenAI和整个人工智能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引发了对人工智能伦理和监管的更多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